车七分靠养 三分靠修 大部分的车它不是开坏的 它都是修坏的家人们 你就比如说那边欧箱来讲 前三天我给你们讲了 CVT双离合还有AT应该怎么去入手 那今天呢 我给你们讲一下 其实我之前玩车的路上也遇到了很多的边欧箱的可能 你比如说我之前没做修理厂的时候 我去养护我自己这台车的边欧箱的时候 我就喜欢在网上淘点边欧箱油 或者是绿芯这些东西 再找线下的一个能收个公司费 帮我换边欧箱的油的地方去做保养 但是兄弟们 通过我这么一个花钱买到的认知啊 兄弟们 咱们去维护边欧箱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地方 如果说你觉得市爱店没有性价比 咱们就找一个你所开汽车的 专修店 你开奔驰就找奔驰 你开宝马就找个宝马专修店 对吧 然后呢 如果说你这些地方本地没有啊 这些个专修店还不想去私爱店 觉得私爱店贵 那么好兄弟们 就找一个边欧箱的专修店 我老家兄弟们 我老家基本上五线城市了 哇 那我老家都有一个本地的边欧箱专修 你正常来讲兄弟们 一个边欧箱 它正常的一个修理工 它都会做一个保养 但是它对这么多车型的边欧箱不可能它了如指掌 所以说你比如横置发动机所匹配的边欧箱 它有 嗯 冲下的油底壳 它也有数字的油底壳 那数字的油底壳不能拆 那不能拆换完油就完事了吗 不是 它还得换外置的边欧箱绿心啊 还有冲下油底壳的这些个边欧箱 你换完边欧箱油 绿心换完了 但是它还有的边欧箱有外置绿心 你光换油 循环机 它是不建议的 我个人是不建议的 尽量按照厂家的标准 你比如说奔驰 它连偶气的油全放出来 能换九升油 它就是重力更换 能换九升 甚至九点五升 边欧箱油 那你比如说宝马的ZF 六速也好 八速也好 它基本上就是六升左右 然后油底壳一并换掉 奔驰也是九速的 它需要换油底壳的 因为它绿心是一体的 包括ZF的八速 它油底壳跟绿心也是一体的 所以说它整个都要更换 那你比如还有一个比较难度高一点的边欧箱 福特的时速 你比如说猛前时速边欧箱 它连放欧螺丝都没有 那就考验一个修理师傅的一个专业知识度 所以书也有专攻 自己开什么车 最好是找专业的地方去维护自己的边欧箱 有些车油加错了 它可能都产生顿错 很多二次维修的修理厂 师傅真就是头都修爆炸了 兄弟们 真就是所有的问题排除了 你比如说法体换了 对吧 法体换了四次 甚至五次还没有解决这个边欧箱 它最后换了一次边欧箱油之后就好了 很多人会犯一些个没必要的错误 还有很多人去养护车的时候走过很多弯路 那该重力重力 有些边欧箱可以循环 但是兄弟们 循环它也得有一个专业的循环的技术 它才能循环明白 别给你那台车的边欧箱循环坏了 好吧 所以说尽量自己的车养护边欧箱的时候 因为边欧箱的种类太多了 咱们尽量去专业的地方找靠谱的师傅 去找专修店 或者私爱店 或者边欧箱专修的地方 毕竟你就像边欧箱坏了边欧箱大修的时候 修理厂也会把这个拆下来边欧箱送到专门大修边欧箱的地方 还有发动机躺钢魔咒 它也不是修理厂里边就能躺钢魔咒 而是送到专业的地方 去躺钢魔咒 好吧 点赞加关注 祝你越来越好 嘴里有糖 可能说话不清楚 不好意思啊 假人的 好